1月28日,年26的这一天,Angela B与黄晓明官宣离婚 二人在同一时段,更新了内容相同的微博,感恩所有过去,未来仍是佳人 顿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而就在前几天,贝比出席北京卫视春晚时,还被媒体拍到带着婚戒 再加上之前路人偶遇,夫妻俩带着孩子一起去了环球影城 本因为还有重归于好的机会,但现在看已经完全没可能了 回看黄晓明和贝比这一路走来,曾经也是爱得轰轰烈烈 二人与2009年8月相识,在一次唱K活动上互留了联系方式 2009年9月,黄晓明主演的风声在台湾首映,贝比前来捧场 据说黄晓明对贝比极为关照,曾向公司高层推荐他出演全程热恋 2009年12月,Angela Barbie和相恋五年的陈伟廷分手 也是这一年,黄晓明和李飞尔也分道扬镳 2010年2月,黄晓明特意飞去香港为贝比庆祝生日 第二天,贝比在微博上隔空示爱 早上为海绵蛋糕叫醒,怀念那份激情,怀念那份心跳加速的感觉 还有生日会上那首歌 海绵蛋糕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音相似 随后,李飞尔疑似在博客隔空喊话,蛋糕发霉了 在后来的采访中,黄晓明曾透露他和贝比初次见面后 一直通过手机联络,十分聊得来 仅用一个月就确定了恋人关系 所以,从时间线上推断,二人很可能都是劈腿或无放衔接 这也难怪李飞尔会生气 后来,黄晓明邀请贝比出演他MV的女主角 贝比和一帮好姐妹,为黄晓明举办制服拍的生日演 尽管黄晓明和贝比没有对外公布恋情 但所有人都已默认他们是一对 在两人恋爱阶段,黄晓明是处于主宰的一方 2015年,有人爆料黄晓明喜欢泡夜店 随后,贝比在微博上写道 我是夜店,放地身段,力挺黄晓明 而黄晓明也激进霸道总裁之事 在贝比生日当天送给他200万的兰博基尼 在街上甜蜜拥抱 2015年5月27日,两人在青岛领政 527协英文5爱妻 10月8日,二人在上海举办婚礼 在婚礼上,黄晓明依然不敢霸道总裁范儿 宣读誓词,我的baby,你完蛋了 接下来你等着吧 我从来没有对个女人这么好过 除了我妈 你总说我把你宠坏了怎么办 我把你宠坏了,别人就抢不走你了 他说,希望自己的爱情可以是个童话 我希望我的女人,是被我宠爱得像个公主一样 婚后的两人依然告调秀恩爱 黄晓明的办公室里,放置着夫妇俩的童像 限量版的香奈儿耳机 因为baby的一句喜欢,毫不犹豫下单 在颁奖礼上庞若无人的抛媚眼 就连小S也忍不住吐槽 有一次黄晓明baby去带S家参观 baby把头靠在黄晓明肩膀上 和他们打招呼 两公婆参观全城像连体鹰般腻歪在一起 2017年1月17日 他们的儿子小海绵出生 然而二人看似美满幸福的婚姻录 在2018年12月被一子离婚爆料打破 虽然baby方面迅速否认 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 以往每年10月8日 二人都要高调庆祝的结婚纪念日 在2018年却被忽略了 此后,黄晓明提到baby和孩子小海绵时 笼统地称他们为家人 在微博为baby庆生时 称呼也由媳妇改为美妈 2019年6月3日 二人共同出席某典礼 黄晓明为其提起裙摆 这是他们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合体 此后两人即便出现在一个活动 也隔得远远的 记得,在baby产后的采访时 他曾罕见发声 没有遇到他 我可能到现在都不会结婚 但凡他年轻点 我也不会这么早生孩子 他透露黄晓明赚的钱 并没有交到自己手里 同时也表示自己赚的钱 自己处理 调侃称 我觉得还是放在我手里吧 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现在看来这些话都带着些预言和宿命的意味 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 这是黄晓明主演的电影 《五位西东》中男主角陈鹏的经典台词 黄晓明本人也无数次表示 非常欣赏和向往这种生死相依互相托付的爱情观 然而人世间如此复杂 也许观念变了 坚定很难 我们已不再奢求能够互相托底 好去好散已是最大的福报了 离婚最受伤的是孩子 相信二人可以妥善处理好关系 把对小孩的伤害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至于未来 就各自安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